由于五分浦商圈巷道狭窄 附近的停车位几乎是一位难求 当地的里长和居民得知市政府要 屠销掉133个机车停车阁 便联合商圈干部一起到市议会来陈情 我们讲究的是公共安全 但是市政府这个霸道的政策 危害了我们的公共安全 阻碍了我们的巷道通行 还要汇除了我们的机车阁 更可恶的还要叫我们公园 来停放机车 这是我们强烈的谴责 所以请市政府能够再检讨 这样子不当的政策 五分浦商圈是一个抢救困难的地区 所以说绝对不以设置泰安区 那么政府呢不去做一些处理 反而在五分浦这边要设计规划 让它就地合法 可是五分浦商圈非常的拥挤 于是市政府就开会 把133个机车停车阁位要取消 把这些机车阁位取消之后呢 在机车阁位上 划设摊犯区 让摊犯就地合法 柯文哲市长说法律是给人遵守的 不是给人参考的 请柯市长你嘴巴讲出来的话 你自己用耳朵把它听到你的脑子里 出席记者会的市政府市场处表示 目前有规划针对无证聚集的 摊贩进行辅导管理 地方有其他的意见 会往上级签报再做后续的评估 那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市府其实有邀请相关单位 是做过好几次的讨论 那只是说 我们在初步评估的阶段当中 有一些想法 那这个部分也需要再进一步 再跟地方上沟通 这个部分还没有形成决策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重常计议 而在记者会现场也出现五分谱 摊贩代表到现场关心 摊贩表示会尽量配合地方需求 希望给他们一个生存空间 因为我们毕竟在这里虽然违规 但是我们也生存了二十几年了 不是说现在才开始的 以前里长说我们没办法 把那个机车格给它控出来 现在还不容易 市政府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议员 市政府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弱势人民 让我们大家可以有生存的机会下去 由于住户和摊商两边 都有各自的说法 如何维护生活环境与安全 又能有效管理摊贩的问题 将考验科批市政团队的智慧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对不起 吓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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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